这FR-2风洞究竟有多强 为何美国人都对其眼红 这款大国重器对中国有多重要 风洞是什么 这个词大家可能很陌生 但是风洞这一个领域 已经足足领先欧美发达国家20多年 中国高铁可以跑出486.1公里每小时的超高时速 中国民航飞机C919可以打破欧美垄断 中国空间站可以顺利升空 中国可以研发出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都离不开风洞 可以说风洞是飞行器研制工作中的 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在航空和航天工程的研究和发展中 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工业空气动力学的发展 未来风洞在交通运输 房屋建筑 风能利用等领域正是将有重要应用 那么什么是风洞呢 风洞即风洞试验室 是以人工的方式产生并控制气流 用来模拟飞行器或实体周围气流的流动情况 并可量度气流对实体作用效果 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一种管道状试验设备 它是进行空气动力试验最常见 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简单来说 飞行器在研制过程中 肯定要经过飞行试验 难验证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的状态 为后续的飞行器调整提供准确的数据 那要怎么做飞行试验呢 直接把飞行器放到天上飞两圈看看效果 首先这是非常不安全的 并且一个飞行器从设计到制造 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直接放天上飞两圈 对飞行器会造成极大的损伤 这简直就是在烧钱 那怎么办呢 既然没办法用实际飞行器来做试验 那就用个等比例的模型好了 又便宜又可以收集到数据样本 但是问题又来了 模型没办法飞呀 空气动力学专家就来解决问题了 飞行器在天上运动的时候 近似可以看成飞机在运动 但空气不动 那么根据力的反作用力的原理 模型不动空气动 那效果也是一模一样的 很完美 那就人工造风 弄个大电风扇对着飞机吹 但是效果不明显 风的范围太广了 没办法控制 那就再加一个管子 把风向控制住 形成一个环道 可以循环利用风能 这就是风动 就是电风扇和管道的结合 当然 这是便于大家理解的 形象的解释出来的 具体的风动结构 肯定要比电风扇 加管道复杂个18000倍 既然可以人为的制造风场 来进行飞行器的飞行试验 那肯定要全方位的检测 测量飞行器模型的 受力大小只是第一步 为了有效增加升力 减少阻力 科研人员们还需要了解 飞行器模型受力的产生机理 搞清楚模型表面 以及周围的空气是如何流动的 水的流动大家都见过 但风的流动人也是看不见的 这就是飞行器在空气中飞行的流场 在流场里 速度和压强都会随时发生变化 所以风动可以进行的试验 不单单是飞行器的飞行过程中的 受力大小 还可以进行流场检测 噪声测量 特种试验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针对飞行器做的试验 我们在开头讲过 风动还可以应用在各个领域 所以风动还可以做到汽车试验 观察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气流的流向 运动员试验 研究员在一项运动中 用什么方式可以更大程度的减小阻力 建筑物和桥梁试验 观测建筑物和桥梁在空气动力学中的建筑原理 这还只是现在风动能够进行的一部分试验 在未来风动不断更新换代 其应用面积还能够更广泛 位于中国川西山区的中国空气动力发展与研究中心 装备有亚洲最大的风动群 到目前为止 已经累计完成风动试验五十余万次 获得了各级科技进步成果奖1403项 是中国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级空气动力试验 研究和开发中心 并且其综合试验能力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去年8月份 根据中国中央广播电视台报道 中国的JF22超高速风动项目 已经进入现场安装阶段 预计在今年内便可建成并投注使用 而这一风动 可以我们前面提到的风动大不相同 JF22属于激波风动 激波风动指的是先利用激波压缩试验气体 再利用定常膨胀方法产生高超音速试验气流的风动 这可就和我们前面说到的电风扇加管道产生的气流 不可相提并论了 激波风动可以提供相当于约30倍升速的飞行条件 速度最高达10公里每秒 那为什么要建造激波风动呢 从1946年前学森教授提出高超音速这一概念后 到现在已经有70余年了 目前世界上能够真正制造出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国家寥寥无几 现代科学家们对于高超音速的研究 依然处于一个很基础的阶段 就算中国已经研制出了高超音速导弹 东风17 但高超音速的应用远远不止于此 高超音速带来的极高的飞行速度 造成了飞行器周围空气被形成的弓形激波加热到几千度 高温使得普通的空气变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不断热化反应的复杂质 人类经典动力学理论已经无法满足高超音速的研究 传统风动难以达到誓言要求 激波风动也就一运而生了 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激波风动是美国的LENS激波风动 这是美国国防部和美国航天局联合提出的美国空天发展计划 和高超音速空间进入空间技术为三大支柱 让美国实现控制太空的目的 而激波风动是这份计划报告的重中之重 任何新型飞行器在上天之前都必须在风动中做气动性实验 而激波风动能够产生几倍甚至几十倍音速的气流 成为了研究高超音速技术的必备装备 众所周知 美国目前还没有成功试射过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正值列装 如此大的差距 正是因为中国在激波风动领域的研究领先了美国20余年 早在2008年 中国为了发展自己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 启动了复线高超音速飞行条件激波风动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JF22风动 JF22激波风动全长265米 风动喷管直径2.5米 试验舱直径3.5米 JF22能够模拟40公里的高空环境下 9倍音速的飞行环境 在试验时内部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 因为从外形上看 JF22是多个粗细不一的铁管组成的 加持JF22优越的性能 在国际上被称为超级巨龙 并且科研人员在JF22上实现了一种清醒技术 爆风技术 正是这种技术能够实现9倍音速的气流 而在今年内即将建成并投入使用的JF22激波风动 作为新一代飞行器的摇篮 JF22激波风动可以复现40到100公里的高空环境 风动气流时速可以达到10公里每秒 相当于30倍音速的测试环境 这已经大大的超越了美国现有的激波风动 据了解 JF22激波风动在高超音速技术和天地 往返飞行器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中天地往返飞行器主要用于低成本的天地往返 可以加速人类进驻太空时代 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而在高超音速领域 JF22激波风动也会让中国在未来实现研制出更多更先进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中国JF22激波风动的建成将逐步缩小中国与欧美西方国家在科研技术上的差距